大家好 那么印度时报27号报道 印度计划从以色列再采购两架费尔康预警机 印度现在终于要签下一项长期选尔位决的决议 涉及斥资约10亿美元从以色列再购两架费尔康空中预警机 那这个印度时报的报道 由于牵扯到金额太高 过去采购协议至少两次被搁置了 消息人士当地时间周三表示 经过广泛的部长级磋商 购买两架预警机将以色列费尔康预警雷达系统 安装在俄罗斯的1.76大型运输机上 这个计划将获得内阁安全委员会的最终批准 新购买的两架费尔康预警机 将在三到四年内交付 此前在一项价值11亿美元的合同下 印度空军在2009年到2011年期间 引进了三架同型预警机 一名消息人士说 与第一次购买的三架费尔康预警机相比 此次购买的两架预警机将更加先进 拥有最新的升级 预警机在现代战争中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能够比陆基雷达更早的发现 和追踪来犯特别是低空突防的战斗机 那巡航导弹还有无人机 在敌方战机的空中作战中 指引有军战机并监视敌方兵力集结和战舰的行动 印度目前只有三架费尔康预警机 以及两架国产的内特拉预警机 费尔康预警机有效监测范围是400公里 可实现360度的扫描 费尔康预警机 内特拉预警机将是240度的扫描 而且是印度的国产雷达 安装在巴西航空公司生产的较小的EMB-145支线科技上 就是它的飞机小 它这个飞行半径也小 制空时间也短 有效探测范围只有250公里 那就是说 现在是三架费尔康 它再够三架 增加到六架 印度国防部2015年3月批准了 一项更具雄心的计划 打算斥资511.3亿卢比 约合6.9亿美元 研发本土预警机 该计划指在将360度扫描的 国产有缘相控阵雷达 AESA 安装在两架空客A330宽体客机上 但这个项目 现在才向内阁安全委员会报批 据印度时报报道 印度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 还决定加快实施耗资 350亿卢比的猎豹计划 以升级其以色列仓录无人机 为其配备激光制导炸弹 空地反挡客导弹 其他精确制导弹药 以及先进的侦察设备 那其实啊 这个购买以色列的雷达呀 以色列这个雷达 菲尔康安装在1276 那就是说 印度国防部在这个 研发本土预警机的这个项目上 已经宣告失败了 他15年批准的 对不对 那这个项目看来就是 基本上没戏了 因为研制自己的这个雷达 预警机雷达 花6.9亿美元 这回买三架 花10个亿美元 就印度啊 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冲突啊 让整个印度 这个腰包真是掏出去 不知道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国际军火啊 特别是什么俄国啊 以色列啊 法国都乐开花了 这印度你看啊 他这个军购案之前是 一直被割毅 为啥 你价格太高 都不愿意买 也没批准 这回一下子 因为这个中印冲突 一下都买了 一下都买了 以前觉得贵 现在觉得不贵了 哎呀那你 你从这个逻辑上说 这次中印冲突给印度 第一国产项目 基本上没戏了 都用外国都知道了 印度反而 国产项目会越来越弱 大量采购国外的东西 那我这个钱不够 不可能把钱再拨给国内了 对不对 国内项目 一些研制项目就中置了 就是有时候你看印度 什么都能买到 反而对印度不好 你什么都能买到 你就不逼着你自己造 不逼着你自己造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全部依赖国外 你这钱没人逼着你 你肯定不会花给国内 你反而更依赖国外 如果说我现在觉得 印度这个国家 真的陷进了一个无底洞 无底洞 周边国家 跟他只要有冲突 像中国 时不时的敲打他一下 那别的国家很高兴啊 哎呀印度又来跟我买东西了 印度可不可怜 你看印度挺可怜的 我觉得 咱再说过这个军购啊 你记住我之前说过 军购都是有回扣的 印度国防部这些人 从以色列买这个 十个亿美元的 那他们得吃多少回扣 这些回扣都私底下 会揣进印度这些国防部 官员的腰包啊 那你从这一点上看 中印冲突 让之前不可能成交的 这个生意成型了 这回你也理解了 印度为什么国防部的这帮人 这么啊 这么强硬对中国 就想挑选中国 甚至想偷袭中国 他可能都知道打不过 打不过我要挑选 为什么 这回你理解了吧 只要挑选中国和印度 关系变差 那我这些军购案都能通过 我账上马上就打了几千万美元 为了这个 我也得啥 跟中国抢硬 所以你看我这个角度 是不是给你又打开一扇大门 就是你要发现 很多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事 不是由中国和印度这些官员 本身的想法和实力对比来决定 他是有很多 其他因素来决定 特别是印度国防部 印度军方 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他可能都知道 打不过打不过 但是必须打 必须打 为什么 来钱了 来钱了 这回你明白了吧 越跟中国强硬 我腰包越鼓 你国会 国会以前怎么批我的 没必要 我们跟其他国家都是友好的 没必要再买这些东西 现在怎么样 赶紧买 必须买 快点买 这不就采购了吗 那你说中印 你明白了 为什么 印度军方在中印边界这个地区 有很多挑衅行为 我告诉你 如果印度是自己制造 自己制造自己的武器 不没有这么大量的采购 大量的腐败 印度反而 他军方还能克制一些 因为自己没好处 我买那么多武器 也不出去买了 在自己国内生产 你明白吗 稍微的就不会这么 这么急着挑衅中国 反而可能啊 这个中印的冲突 还能降降急 你现在不一样 现在把局势升高 对印度军方是非常有好处 所以你看啊 我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分析 中印冲突啊 你一定得理解 就很多国际上这些冲突 不是大家想的 是人家主观意愿 想要跟你打 可能都知道打不过 连印度军方都知道打不过 但是也得挑战 这回你明白了吧 为什么挑衅 私人利益 已经比国家利益 更高了 这个利益太大了 这个诱惑 哎呀 所以有时候觉得吧 你说都希望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能和平吗 你看能和平吗 能和平 你再想想有些人 抄上中国是吧 四分五裂 咱们是联邦帮联 有事一起上 没事是各自为政 挺好的 挺好的吗 利益 各自为政 各自就想利益了 想怎么得利啊 军队互相打吗 不打 不打怎么来钱呢 大家都刀枪入库了 我怎么来钱 这可能是你和平吗 所以你从这点上 也可以看 那些抄抄这个中国 是不是 以后 咱们都各自独立 像香港 是不是 你跟香港自治嘛 香港也独立 台湾也独立 是吧 各地 中国也可以学 各个地方自治 有戏吗 这种利益 这种利益 是你想 能想象的吗 你个人想着 咱们都是中国人 互相不打 但是各自管 各自的 可能吗 是不是统一管起来 中国必须得大一统 外国势力 见缝插针的 就现在他都能分裂你 你更别说 你各自为政了 那中国早就进入内战了 早就进入内战了 这是宁做这个 叫什么 盛世狗不做乱世 不做乱世人呢 这乱世里边人还不如狗啊 打起来 真的 我就想 我一直这个观点 我觉得中国至少不能乱 你有自己的观点 你可以斗来斗去 你别乱 你别最后 让人家直接利用你 一个印度 现在这么一个国家 你看看 为了点私利 是吧 他都可以 挑选别人 造成各种冲突 你说中国到时候呢 我没钱了 我没钱了 怎么办 闹吧 军事威胁 甚至死点人 我这被来钱了吗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人 想的很好 人性啊 其实很自私的 所以你有明白了 印度和中国这个边界冲突 不是光由中国决定 中国想撤军了 就撤 印度方面不撤呀 为啥印度不撤 利益太大 这么多案子没通过呢 这么多的钱没到账呢 军方他能撤吗 不光是由中国决定 印度方面 他也能决定 撤不撤军 印度方面军方 又这么强硬 就这么强硬 你说中国撤吗 绝对不能撤 所以这个事儿啊 是双方的 而且非常复杂 现在咱们只是知道个皮毛 里边更详细的 我觉得 其实你不知道也行 也没什么可知道 都是政治操作 都是这些 你争我夺 互相之间的斗 利益争夺 所以你说中印这个冲突 你能完全怨中国吗 能怨完全怨中国吗 很多因素的 很多因素 美国还挑着呢 美国说你斗吧 你斗完了我 不是 我还能发财呢 美国当然希望你们打 打完了我卖武器啊 哎呀 所以这是我说啊 世界上很多 你看那些 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 很复杂的 很复杂 千万不要是想的那么简单 咱们呢 就是 侧面了解一下 就行了 咱毕竟普通老百姓 不要了解太深 但你也只要知道 这个事件事没有简单 真的没有任何一个简单的事 但是印度还好啊 就是印度和中国 现在没有军事升级的这个 意向 都是震慑 威慑对方 其实目的是什么 希望你不要动手 中国也不希望印度动手 印度其实也不希望中国动手 但是两方呢 在这保持一个 对抗态势 印度方面可以买武器 可以给国内民族主义招高涨 是不是 然后带来很多好处嘛 政客也有好处 老百姓呢 也不用忘 也忘了这个失业的痛苦了 政客也能得到这个选票了 叫你明白吧 所以在这个地区紧张局势 是有多重因素 不光是什么 中国对印度 强硬了 中国软下来 印度照样跟你强硬 甚至印度蹬鼻子上脸都有可能 所以中国现在必须跟印度强硬 这才是合理的 我觉得印度后续啊 他这个 其他的支撑他这种民族主义 或支撑他军方强硬的这些因素 到时候一削减掉 特别是该买都买 买没了 国库空了 该什么 该发展了 不用再买东西了 该再挣钱了 他又得召唤什么 召唤中国的企业 回去了 哎 我们投资吧 来我们这 消费吧 又开始欢迎你了 老百姓呢 又被骗了 你说你看政治啊 民主政治 有时候我每次说说 我就说到民主 你看民主 真的 我有时候说说 我就觉得这个民主之上 就真的挺有意思 虚情假意 只是把一个什么 哎呀 把一种 说白了也是一种 邪恶的一种招数啊 他给包装的美化了 其实你说老百姓得到啥了 不还是吗 民作主 不还是这回事吗 什么都没得到 你就得到一个民主 利用你这个民粹 是吧 该利用你时候利用 然后呢 不利用的时候 马上该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 我就缓和了 用媒体一诱导你 哎 大家跟中国又和好吧 是吧 双方也撤军了 又友好了 该搂该搂 该报就报 钱多了 钱多了 怎么想妈妈 把国库的钱 弄到自己兜里呢 打一仗吧 制定了这个偷袭中国的计划 要打仗 哎呀 老百姓呢 因为这个中印边界 也冲突了 老百姓 支持政府 是吧 实际啊 实际没事 我们也支持政府 就是民主啊 你看现在 我就发现这个民主啊 这这简直欺骗啊 真是欺骗中国 哎呀 不是欺骗中国 真也欺骗了中国 也欺骗了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民 也被这个民主啊 也在于弄着 但是现在你还有什么 其他更好的方法 你也找不来其他更好的方法 骗就骗吧 但是他骗你 你别当真 你得看我频道 我时不时给你提个行 你上当了